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有你有你 卻被也飛不掉 由叮噹 陳乃榮 阿滴所主演的音樂劇《大挫車》 即將在台中進行首演 六日舉辦彩排記者會 都還沒正式演出 叮噹就哭到不行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每次唱 每次哭 很奇妙 舞台劇改變由孫月演出的電影《大挫車》 不僅保留了經典橋段 更加入歌唱元素 叮噹除了大秀演技 唱歌外 還送上舞台初吻 但站在一旁的阿滴 怎麼感覺有點小情緒 你不是強的嗎 我被合理 你在外面這樣講出來好不好 你根本是悲劇英雄好不好 陪了一個女生這樣陪了20年之後 然後找到想要跟他告白 結果還直接被拒絕 然後還聽這個情敵在旁邊講這些瘋狂話 唉唷 都別吵了 還沒開宴就那麼精彩 不過有個小插曲要來問問叮噹 從外面穿衣服之後 進去那個鈴鐺那個 這樣就一下鈴鐺 相信你已經可以知道了 喔 不知道 完全 絕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你能這麼厲害的衣服 不要這樣 是 是 是美不思潔啊 剪接大哥這個店 真的讓人忍到哭